我们常说想要成为一名老司机 首先第一步就是要通过驾校的考验 而每每说到驾校这个话题 小编就总会想到在驾校当中所发生的那些搞笑故事 虽然说咱们每个人的经历可能都有不同 但唯一有一点我相信是所有人都会认同的 那便是驾校师傅的那一张快嘴 而近来小编捕获到了这么一位教练师傅 一口流利的怨愿 外下一连串的嘴炮攻击 别说是学员招架不住 就连小编我听完 那也是打心眼里佩服 就单说这样的口才 不去当个相声演员实在是太可惜了 那么我们话不多说 就一起来看看这位驾校师傅的精彩演出吧 那位手就在一起走 一一二一二一个脚 嘯嘯似的手呀 不要做来 在这儿推 好 按一下喇叭啦 不许是否有点忌啊 渗意挡 推啦 那手渗意挡啦 不许是否懂得做的 你有沒有小兒麻痺啊 抬起手 抬起離合器 你抬起離合器都未抬到 但說四五句都未動 加油啦 又開追蹈會的啦 你怎麼說 副車不走 怎麼可以的 你知不知道這樣 死了 你快點 抬起 抬起